大家好我是李懿 今天要跟大家談面對大行車的防禦駕駛 首先要跟大家介紹的是大行車的視野死角 在大行車擋風玻璃下方A柱及後方 是駕駛用鏡子也看不到的地方 我們稱作視野死角 車輛在這些視野死角內區域行駛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另外在行駛大行車後方因為不容易看到前方路況 未避免遇有緊急狀況而需殺停 所以要保持較長的安全距離 大家可能不知道在高速公路上與大行車並行時 因為氣流的影響高速行駛的狀態下 常常在車身及車尾會產生一股隱形的吸力 所以要經過大行車時一定要緊握方向盤 並保持前後左右安全距離 小心變換車道 才不會被大行車吸過去 其次在下雨天行駛高速公路時 大行車的四周會捲起漫天的水霧 你這時候靠近它就會嚴重影響行車視線 這時請跟它保持適當的監距 另外小行車駕駛人常常遇到以下狀況 在高速公路上開在慢車道 前方有一輛大行車 而後方突然出現另一輛大行車快速比進 會造成駕駛人心裡極大的壓力 有可能選擇緊急煞車 但是這樣會更容易造成大行車追蹤 小車也不要任意插入大行車的車陣中 因為大行車有視野死角 而且所需煞車距離較長 一旦反應不及 很容易被大行車夾擊發生嚴重事故 開車時只要了解大行車的特性 下次在高速公路上 就能做出安全的選擇 遠離大行車安全使國道